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拯救世界毁灭的危机 寻回各地探索街道 然后遇到突然来袭的 人造生物武器 赫姆·库鲁斯 要一边扫荡这些敌人 一边前进 基本攻击是各个案件 分别对应的 拳击 踢 击枪击 透过组合或是连按 就可以使出连续攻击 即使是第一次玩的人 也可以轻松地施展出华丽的连击 当然 如果单单只是攻击 便不是被幽女打 如果即使闪避敌人的攻击 便能发动 可以解慢周围时间流动的 魔女时间 这是一口气歼灭破绽板出敌人的好机会 如果可以在最后一瞬间闪遞 魔女时间就会变长 所以仔细观察敌人的动作 再千军一把回避 就是关键 轻易使出的连击 和时机精准的回避 运用这两个动作 来抵御敌人来袭的威胁吧 即使是能华丽战斗的贝优尼塔 面对巨大的敌人 也有苦战的时候 这种时候 便要召唤大魔兽 直接操作魔兽 可以对敌人释放强力的攻击 虽然魔兽的攻击威力巨大 不过要注意 在操作魔兽的期间 贝优尼塔会变成毫无防备的状态 此外 由于在召唤期间 会持续消耗魔力 所以不能使用太多 瞄准机会 适时切换魔兽 和贝优尼塔来战斗 是迈向一流 魔女操作者的一副 熟练的切换的话 可以进行各种合作攻击 例如适用魔兽 使敌人胆怯 再由贝优尼塔 用拷问器具 进行惩罚的酷刑攻击 或是在连续攻击时 像流水一样 召唤魔兽的合作技能的 急速奴隶 还有配合敌人的攻击 在反击时进行召唤的 除极奴隶 此外 如果用贝优尼塔 发动魔女时间后 召唤魔兽 就会较容易击中敌人的 透过魔兽 和贝优尼塔的切换 合作 可以在战斗中 站上风 不单是召唤魔兽 还可以透过 装备在身上的武器中 所蕴含的魔兽之力 来改变贝优尼塔的形态 发挥强大的能力 在连击的最后 除了能使出蕴含魔兽之力的 强烈一级外 也可以与魔兽的灵魂 产生共鸣 使出最强绝招 有各种各样蕴含魔兽之力的武器 改变武器的话 不只是贝优尼塔的动作与连击 变身的形态 和能发挥的魔兽之力 也将随之变化 在吃玉探索时 也可以变成魔兽的形态 如果改变武器 或许会开辟新的道路 或发生战斗 根据敌人的种类 数量和战况 千万使用贝优尼塔 或魔兽之力与之对抗 这便是贝优尼塔3的战斗 经过多场战斗后 张杰过关时 将会显示贝优尼塔的 华丽战斗结果 以最高评价为目标 多次挑战也是乐趣之一 掌握故事关键的神秘女战士 维欧拉 与贝优尼塔的风格不同 可以使用刀和飞镖 享受动作游戏的乐趣 维欧拉与贝优尼塔不同 只要及时防御敌人的攻击 就会发动魔女时间 此外 还可以用刀的吊饰 做雷戒 召唤被称为 小柴猫的可爱魔兽 召唤时 维欧拉将徒手战斗 并且无法使用魔女时间 但小柴猫会自己行动 并进行攻击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援军 用刀攻击和召唤小柴猫 根据情况来决定攻击方法 是非常重要的 本作可以随时更改难度 除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力 和喜好更改外 也有只需装备 就能像高手一样游玩的 辅助饰品 如果装备这个饰品 只要按下一个按键 便可以自动瞄准敌人 连续发起 华丽的连续攻击 按下了同个按键 便可以轻松回避敌人的攻击 即便是不擅长动作游戏的玩家 也可以在感受爽快战斗的同时 轻松享受故事的乐趣 觉得如何呢 在《非优尼塔3》中 除了这次介绍的内容 还有各种各样的动作 在如此残酷的战斗中 用漫不经心的态度 回应玩家的操作 同时非常可靠的魔女 那便是《非优尼塔》 《非优尼塔3》 《非优尼塔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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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优尼塔3》中